就民众到基隆的港务局附近散步的时候 结果看到这兵围的兽草 差一点点被割除了 他赶紧上前来制止 主要因为兽草是全株都给入药的 被大量采集 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 甚至现在已经被列为是二级保护植物 兽草的外形娇小 每年也只有在清明节期间会盛开 所以又被叫做清明草 但是在开花之前 看起来就像杂草一样 常常一不小心就被割除了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